警方喝枪实弹来到藏身在社区大楼里的诈骗机房 将嫌犯压制在地 刑事局破获一起运彩分析诈骗案 主嫌李姓男子与罗姓女友等人共组诈骗集团 利用IG社群软体以大批现金且标注一页致付 钱包装不下等语 以及变造运彩中奖照片取信民众 诈取赛事分析费 初步调查该集团九个月时间已榨得千万元 这是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范园他们会找寻一些励志的语录在IG上 那这些当这些民众追踪以后 开始进入以后 他们会找找寻一些想要翻转人生的一些民众 那看了之后就用这些可以下注这些运彩 让你财富更是有一点翻转人生 那进而达到这个诈骗的犯行 与李贤为首的诈骑集团 在IG等社群媒体 刊登运造变造的运彩中奖相片 借营造分析省准高中奖率的奖项 并以赛事分析师取信备案员 诈取赛事分析费用 该集团并提供代购运彩的服务 在收取相关费用以后 却不依约定的金额来购买运彩 借此诈取赛事投注金 本大队在今年7月执行居提搜索 共逮捕理性嫌犯等8人 其中主刑理性嫌犯遭财定积压禁件 现场并查破了现今新台币324万余元 及相关的犯罪工具一批 全案以请新铁地点署侦犯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亲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 宣称高获利高中奖率的投资管道 必须再三查证 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刑事局将持续查契 假运彩分析团队杂七集团 以避免民众受骗维护财产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也ab打 sign�专杖 平方赏所契出解 永远表现 本名青远发案 压 translates 已是